公元代工龍頭台積電一號晚間突發重訊 宣布以台幣6.68億元 買下去年倒閉的竹科硬碟零件大廠 利森諾科的舊廠房及附屬設施 而主要目的是為了擴充半工空間 以目前竹科的供給狀況來看 雖然中長期可能會有像竹科三期 這些的土地供給 可是要能在短期內 就能滿足台積電的擴廠需求 那這類的物件當然是相對的比較稀有 因此看到有現成的廠房 那自然會成為他們的首選 利森諾科廠房地理位置極佳 位在竹科門戶第一排 當初廠房標售底價超過十億 也曾吸引鴻海購買 而在台積電擴廠帶動下 新竹地區房價水漲船高 實價資料統計新竹地區 近三年的預售屋房價 其中新竹市2023年均價52.7萬元 每平比2021年高出二十點三萬 大漲超過六成 新竹縣則是從三十一點一萬元 漲到四十二點三萬元 漲幅也有百分之三十六 超過房價引發外溢秀印 竹科人該湧入苗栗竹南買房 形成大埔竹南科學園區和頭份竹南運動公園 一帶兩大購房熱區 林業群聚的效應一定會有做帶動的一個效果 相對也會增加很多的一個 就是就業機會的部分 以單價來說的話大概三四只 台積電效應不只在新竹 更一路延續到日本 韓國朝鮮日報報導 台積電進駐的雄本縣 居央廳的地價漲幅24% 僅次於觀光聖地長野縣白馬村的百分之三十二點一 作為護國神山 台積電的一舉一動 影響力不只在科技 更擴及房市 下令新聞畫上品林嘉倩 台北報導